实验五之三,制造肥皂 中午了,可以吃营养午餐了 诶,要记得先用肥皂洗手哦 这里有我阿姨做的手工皂 手工皂是怎么做的 来查查看资料吧 你有用过手工皂吗? 手工皂有许多制作方式 请查询资料 了解常见手工皂制作的过程 并归纳市面上各种手工皂制作过程中的 共通材料有哪些? 制作肥皂的共通材料有 油脂、碱性物质、香料 参考器材 实验需要的器材有这些 要确认所有器材都有准备哦 参考步骤 将10毫升的椰子油与10毫升的乙醇 依序倒入250毫升的烧杯中 以玻璃棒搅拌 接着逐渐加入10毫升的氢氧化钠水溶液并持续搅拌 高浓度氢氧化钠水溶液具有腐蚀性 要小心使用哦 为什么要加入乙醇? 乙醇可以帮助氢氧化钠 溶解于油脂中 将烧杯移到酒精灯上加热 一面加热,一面搅拌 直到溶液变成白色乳状液体 搅拌时不可以太过用力 以免打破烧杯 加热过程中 椰子油与氢氧化钠反应 产生肥皂与甘油 称为皂化反应 为了避免白色乳状液体太过浓稠 加入20毫升的蒸馏水 搅拌均匀后停止加热 等待烧杯中的水溶液冷却 将冷却后的白色乳状液体 一边缓慢倒入饱和食盐水中 一边搅拌 用刮勺取出浮在饱和食盐水 水面上的白色产物 就是肥皂 以镊子夹取红蓝石蕊氏脂 检验肥皂的酸碱性 观察食指颜色的变化 红色食尾食指变成蓝色 而蓝色食尾食指不变色 把肥皂的三减性记录下来 生活中常使用肥皂去除油污 请设计步骤 检验所做出的肥皂 是否具有去污能力 接着设计表格 记录肥皂去污前后的差异 我的实验规划是以沙拉油和水 混合肥皂来检验肥皂的去污能力 将五毫升的蒸馏水和一毫升的沙拉油倒入饰馆中 可以看见沙拉油和蒸馏水之间有明显的界限 在饰馆中加入刚才制作的肥皂 在饰馆中加入刚才制作的肥皂 塞上橡皮塞 摇动饰馆约半分钟后 静置于饰馆架上 观察馆内的液体 可以发现沙拉油和蒸馏水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 把结果记录下来 分析结果 一、根据步骤三观察结果 推论肥皂是否能够溶解在饱和食烟水中 肥皂与饱和食烟水合着密度较大 肥皂不溶于饱和食烟水 肥皂会浮在饱和食烟水上 因此可以知道饱和食烟水的密度比肥皂的密度大 二、步骤五 检验肥皂去污能力的过程中 加入肥皂前后 有什么变化 这种现象与肥皂的洗净效果有什么关联 以蒸馏水和沙拉油为例 加入肥皂混合之后 蒸馏水和沙拉油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由此可以知道肥皂可以溶解油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